大家好 今天是6月14日 星期三 今天港股開始是微星 核心指數升26點 國企指數升14點 科技指數升20點 美轉升0.94% 指數升11點 騰訊升0.5% 指數升8點 蘋寶升0.96% 指數升5點 但是潔淨跌3.5% 跌幅最大的藍炒 上次都是指數開始升5點 開始之後講過 由升轉跌 金融股領跌 匯豐跌0.5% 指數下跌10點 建築銀行跌0.9% 指數下跌10點 中華銀行跌1.3% 指數下跌6點 但是接著又由鐵轉升 騰訊升2.4% 指數下跌40點 美轉升1.8% 指數下跌20點 阿里巴巴升6.7% 指數下跌11點 金屬股也升 資金升3.3% 中國網絡升4% 升幅最大的藍炒 中壘升3.4% 五礦支升3.8% 消費股也升 比零升3.1% 去第路升12.4% 華原比升2% 電動車庫急升 理想升8% 小鵬升6.5% 韋來升6% 恆生指數最高升120點 高位守不住 又由升轉跌 上週收市恆生指數跌61 跌10點 國際指數升10點 科技指數升13點 下週跌幅擴大 恆生指數跌100多點 主要都是阿里巴巴和金融股 阿里巴巴跌0.8% 領事實跌13點 電信銀行跌0.98% 領事實跌10點 高星銀行跌2.1% 領事實跌12點等等 創貨升3.4% 升幅最大的藍籌 翠華控股派特別息股價升15% 電信股跌 中國聯通跌3.4% 中國電信跌3.3% 中國移動跌1.5% 手機設備股升 信員工學升1.3% 瑞星升6.2% 高位電池升4.8% 收視行跌113點 國企指數跌44點 科技指數升14點 成加931億元 金融股下跌拖累港股